國安會的高層或是行政部門的高層 沒事不會在AIT 因為AIT是一個民間單位 而且他離AIT這個上市 吳釗燮跟我們的顧麗熊有進去過 AIT的總部 雖然是在DC特區裡面 可是他離白宮有一小段路 所以柯文哲也說過他默律 你信嗎 反正所以我覺得隨便他講 反正我們他也 反正柯文哲也不重要 他見到誰 他沒見到誰 應該也沒什麼人關心 只有柯文哲跟他身邊幾個人關心 那羅森伯克這次來臺灣 因為是他第一次來 而且是來的時間很長 來的六天 所以我想站在AIT的立場 他一定會把臺灣主要政黨的黨主席 都見過一輪 然後有可能要參選總統的人 或是已經確定被提名的人 他也會見一輪 那昨天剛好又是美國商會 二零二三年的限年犯 那依照傳統 他們限年犯 大概都會邀請臺灣的重要政治領袖 比如說像六都的市長 那侯友宜如果不是去南洋避難的話 他昨天應該也會受邀 但很可惜他就為了五百萬去南洋避難 所以第一個 他昨天沒有在限年犯 那照這個時間算起來 羅森伯克應該 跟侯友宜應該會錯身而過 就侯友宜回國 羅森伯克正好也要回美國 所以大概也見不到面 那他跟朱立倫見面很正常 因為朱立倫是畢竟是最大代理長黨主席 而且說實在朱立倫跟美國關係其實不差 向來維持的還不錯 所以羅森伯克來見他 我覺得也都很正常 但是侯友宜這是我覺得虧很大 不過侯友宜現在在新加坡 應該最關心的是 羅森伯克有沒有跟郭台銘見面 如果假設羅森伯克跟郭台銘見了面 侯友宜真的要哭了 他真的要哭了 大家都見到了毒肉 誰叫你要去南洋避難 對不對 他如果跟郭台銘見了面 那侯友宜真的會哭了 那郭台銘會不會想辦法跟羅森伯克見面 我覺得郭董一定會想 一定會想 只是說羅森伯克要不要跟他見面 因為記不記得四年前 當時郭董一樣戴著一頂國旗帽 從白宮走出來 所以他見了川普 當時的誘餌是威斯康辛州的投資 就今天美國傳過來消息說 英特爾把他買下來 把那個地買下來 那就爛尾樓 對 英特爾最後好吧 我把你的地買下來 我去開發做做別的東西 做其他的 就是說你答應的那個面板廠 他已經沒有了 也不過才四年就跳票了 所以如果基於這一層考慮 因為其實美國人做生意很講誠信 我覺得羅森伯克大概不太想 也不太會想見郭台銘吧 你講話都不算話 我見你幹什麼 所以這次羅森伯克來台灣 當然對於國內的一些想選總統的人 一定會想跟他見面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就是 盧秀燕把握住機會 因為現年犯有邀請他 所以他就去了 蔣萬安也把握住機會 他也去了 侯友宜原本應該 我在猜 原本應該有邀請他 因為他就在新北很近 台中都來了 新北沒有理由不邀請 那你就是因為 五百萬事情講不清楚 所以你只好放棄這個機會 那至於柯文哲 他隨便他講 隨便他講 要見到誰 我沒意見 因為反正我都不會相信 所以你覺得國安會 這個可能是演了一場戲 就對了 因為國安會官員 沒事不會去AIT 國安會官員 美國國安會官員很忙的 你覺得他沒事去AIT 幹什麼 國安會官員通常有事 要需要AIT的人開會 他會請AIT的人到白宮來 他沒事不會跑到AIT去 所以我覺得你在 除非你事先約好 如果你不是事先安排好 你在AIT要見到國安會 高層的官員 其實不太容易 而且這個不難查證 柯文哲為什麼不敢講名字 見誰你就把名字講出來 他為什麼不敢講名字 因為他怕被否認 你記不記得葛萊儀 講了以柯文哲的個性 葛萊儀當年在CSIS的時候 柯文哲當臺北市長 當時柯文哲自己講 他說我過一陣子 要去CSIS演講 是葛萊儀邀請我的 結果後來葛萊儀 第二天直接講 沒有我沒有邀請他 所以葛萊儀到現在對柯文哲 還是很討厭 雖然他已經換單位了 他葛萊儀還是講到柯文哲 他就沒什麼好話 所以柯文哲 你如果真的見到國安會高層 因為你只是一個卸任 臺北市長 沒什麼敏感程度 中國也不會怎麼樣 你就把名字講出來 看這個高層高到什麼程度 把公出來 我們打個乒乓 好 所以請教國城老師 這樣子的話 對侯友宜來講 很虧 我去新加坡也沒有看到VVIP的人物 又掃掉AIT的主席 那你看 那我覺得朱立倫這句話什麼意思 他說我一定要見到羅森伯格 這是一定的 以侯市長為例 為什麼要以侯市長為例呢 好像要提醒大家說 侯市長現在不在臺灣嗎 為什麼一定要以侯市長為例呢 我覺得這個朱主席講這話實在是蠻蠻虧 侯市長的啦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侯市長就是沒有見到羅森伯格 那現在到底羅森伯格是誰 這個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羅森伯格很年輕 他是七十二年次的 其實很年輕 但是年輕歸年輕 他是非常資深的外交官 他這個在希拉蕊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是希拉蕊的外交政策顧問 是民主黨黨內的重要外交的 這個負責人之一 然後他上一個職位是什麼 布林肯現在美國國務卿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地位非同小可 這次來他首先見誰呢 賴清德副總統 所以賴副還沒有去美國 可以說美國已經派人 而且是重要人物來臺灣 關心來拜訪 我想這很重要啊 那個所以剛才朱主席 這也是知道行情的 就知道羅森伯格 這很重要 對 那至於說啊 這個美國重要人物來臺灣見人 其實也有分場地 他專門到你辦公室去見你 跟他在一個大餐會裡面跟你握手 這當然兩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老實說 當然這個羅森伯格 現在作為AIT的主席 實際上就這個他在美國裡面 他算是現在孫小雅處長的上司 地位是很高 那他來這邊當然一方面 對於民進黨 他當然就是表示對賴副的支持 所以我來臺灣建議到你辦公室 建議很久 但是對於這個其他國民黨 這些重要的這些人物 一方面表示友好 另外一方面也近距離看一看 到底你們國民黨現在對我們美國態度 到底怎麼樣 因為以前國民黨這個有很多像以美論 各式各樣的說法 當然不是每一位國民黨的高層 都在講以美論 但是美國會不會聽到以美論 一定有聽到 所以現場呢 大家至少人情交換一下 近距離的觀察 國民黨的這些要角 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那唯一像這個碰壁 沒有碰到的一個誰 侯市長 很可惜嘛 對不對 這個除非他將來安排到美國 再去見一下羅森伯格 不然的話 要羅森伯格在今年 還剩下這個幾個月時間 再來一次臺灣 然後又要抽出時間 再去見侯市長 我看大概也沒那麼容易 那至於說呢 科前市長到AIT 所以見到國安會官員 其實說實在AIT這個地方 就是美國專門當時安排 給臺灣的一個窗口 我二零零二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去訪問美國 也安排到AIT 也見到當時AIT的主席 還好啦 那我是什麼地位 柯文哲 柯市長 至少是一黨的主席 什麼地位 所以他去那裡見到 什麼國安會的官員 說實在的也不太奇怪 問題是人家跟他談什麼 你有準備什麼跟人家談 這才是最重要的啊 你現在去那邊 如果說只是禮貌性的拜會 聽人家介紹一下AIT的歷史 介紹一下臺美關係重要文件 然後拍拍手就出來了 這有什麼意思 真正有準備的 就是到那邊開一開而談 我現在有什麼樣的準備 有什麼樣準備 但是如果他真的 在那邊開一開而談 表示他很有準備的話 回到臺灣 對他將來跟國民黨可能的合作 還是怎麼樣 會不會是增加負面 還是增加正面 這也很難說 所以他就只好選擇說 我有見國安會官員 但是要見誰 也沒有講 因為到時候 人家就問說 那位官員 你這個柯主席來 跟你講什麼 萬一又沒有什麼料 那不是自負其短嗎